这张大千石白奇等画家的名画每一幅都价值连城 但两年前有一名笨贼叫王辉雄 他闯入知名画家邓雪峰的住处 偷走了将近90幅画 这王辉雄不知道这些名画真的价值不菲 将原本价值两亿元以上的名画最后只卖20万元 落网之后知道会被收押才说出现在名画的流向 而这名笨贼王辉雄被一切到罪被判刑了10个月 这位王辉雄被判刑了10个月